好 健康真的很重要 我们来看看阿中布袋戏 曾经眼红了政治幽默剧 但是最近呢 演出大幅度减少了 我们看到呢 这里面除了这个 因为呢 这个阿中呢 他自从酒驾之后 负面新闻也不断 所以让他一度食欲不振 居然暴瘦了30公斤 趁着年底 谢市长选战加温 他现在开始 全台又要来演透透了 我们带你一起来看看 台上布袋戏友又跳又飞 还能够即兴演出 这是之前红透半边天的 阿中布袋戏 悄悄现身长工助选团 一半是情意相挺 一半是为了养家糊口 虽然就是说 这个可能会感觉到说 牵涉到选举 那我们再回到 我本身的身份来讲的话 就是一个 我也只是一个 我表演只是一个我的工作 今年才因为 酒驾的负面消息 登上新闻版面 消失了将近半年 阿中原本圆滚滚的身材 从XL变成M号 暴瘦30公斤 就是因为不幸公众人物的 生活和舆论的压力 这几年来 人家会说 我被贴上颜色 那也是 其实这也蛮困扰的 就是后来有进养身体 身体比较好之后就出来 然后继续 往自己的人生的 目标方向走这样 爆红的时候 不止每天南北接场子 接到手软 还有带状的节目 现在只能够接选举场子 阿中说为了生活 不怕被贴标签 未来希望能够透过政治幽默剧 继续把阿中布袋戏 发扬光大 中天新闻 陈一帆 许家瑜 台北报道